幽灭性核武在伦敦炸开 一切随之灰飞烟灭 恐怖模拟画面近日在网路疯传 极力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丁的 多个激进俄罗斯媒体 播放这段影片 恫吓意味浓厚 外界揣测似乎要警告英国 不要允许乌克兰使用暴风之影巡弋飞弹 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俄乌开战两年半 普丁仍不罢休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近日造访美国 不仅到宾州参观 援助乌克兰武器的兵工厂 还首次提出胜利计划 希望各国能为乌克兰放宽武器使用限制 泽伦斯基希望能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近几个月来 要求取消这些限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丹麦 芬兰 瑞典等国已经表示 乌克兰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也呼吁 原物国家不要绑手绑脚 因为俄罗斯早已跨越最大红线 西方各国有意硬起来 为乌克兰大开绿灯 就是不让普丁得逞 三零新闻全片报道